秦国马上就要不战自愧 今夜就是秦国生死匆忙的关口 刚刚上任的秦国新军 盈曲良快疯了 秦国国内谣言四起 真邪乎 盈曲良和他老叔 整部明白的问题都离不开 活跃在课本上的旁军尚将军 他在尚将军府内 找到了往来秦位的大商人们吃饭 商旅结军旅 结大欢喜啊 这话说的 尴尬的让这些商人们都干笑着 那家伙 尚将军请客 真就是黄鼠狼给鸡陪笑 装模作样了 也就有人直说了 尚将军找俺们来 肯定不是为了吃饭 想干啥 您就直说 旁军赶军打断了这些商人的贺菜 想赚钱 必须接受老夫的军令 必须接受老夫派的大卫军情特工 这些特工吃喝自立 商旅们不用担心 但你们不能泄露他们的信息 必须一报变成长报 最好干脆成为我卫国的爱国商社 这三条诸位意下如何 底下商人还在交头欺耳 根本都不知道 这马上秦国就要打起来了 我们去干啥呀 这个问题还得是上将军来回答 你们去秦国 有大大的便宜可以占 第一 把秦国所有能够买到的东西 都给我买回来 食物 药材 破铜烂铁 烂木头破衣服什么的 统统给我拉到军营里来 你们买的 卫国上将军服 高价照单全收 第二 大力搜购秦国储存 老秦人手里的猛火忧 你们买多少 我十倍收购 第三桩买卖更大 唐军这一招 可谓是绝呼忌了 秦人 人下种的地都没了 庞娟是深知这些商礼商社们 唯利仕途的性格 俗话说的好啊 跟着庞娟处 别真辨别术 只要你们散播流言 鼓动人心 打赢了以后 高官显贵 大大地有 这三两句迷魂当下去 这些商社和庞娟 可就真的是 黄鼠狼跟狐狸携牌 臭味相同了 庞娟的绝呼气有多狠 一招下来 逼得营曲良怒骂此案 且说庞娟 使出绝呼气 各路商社入了琴 上来就说 现在谣言似奇 无数秦人都想逃离秦帝 我这个气牛啊 我这咋想也想不通啊 到底是哪儿不对啊 营曲良 是丝毫不敢怠慢 赶紧让老叔 先叠上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 接着赶紧让黑伯 去打探消息 调集三千骑士歹命 把老干龙和能干事的官员们 从被窝里拉出来一室 顺便把子安找来 还有老叔我呢 给我派事 先叠完这碗羊汤 咱点尽力再说 不一会儿 子安就穿戴整齐进来 一见了营曲良就开始钓鱼 丽阳城 现在怎样呢 没有啊 就是街上行人走动做了些 给营曲良气的 直接破口大骂 你个混驴球 眼睛长哪里去 岳阳 雍城 甚至整个秦国 已经摇眼四起 子安也是个明事理的人 赶紧说 我回头领罪 现在领命护城 营曲良 也是恍然大明白了 秦国这么乱 肯定是那些卫国商人搞的鬼 属于是 米老鼠戴墨镜 愣装007 他嘱咐子安 带着3000人 直接把六国商人 连人带货一个不留 全都给抓起来 不能动货 不能动人 最后更是把木工剑 给人老叔 让老叔镇守雍城 一个不杀 一个不放 彩获归还 必在我手 何惧之用 庞君的绝户技 虽然狠毒 却也在营曲良的调度下 轻松破解 但咱们活跃在课本上的 庞君上将军 还不知道呢 挣一个劲的 往皇宫赶 等着见大卫王 首先 庞君先是汇报了一下工作 咱们现在准备两路骑兵 一只乱秦商驴 一只河西铁骑 都准备好了 四国联军 也冰封直指韩国关 就等着发动灭国之战了 但是 有两件事 第一 赵燕两国 懒驴上墨不动他 第二 公子昂没有啥战绩 为何要做卫军主帅 是您受益的 还是他个人的想法 大卫王端坐在王座上 一脸的笑意盈盈 这里面的信息量 可就不少了 咱们慢慢往下看 大卫王不急不缓 你说我受益如何 他自己私自 大卫王听到庞娟的答复 反倒问起了他 如何处理燕照 一月之内 我军静自灭秦 听到这番答复之后 大卫王才开始了自己的话术 公子昂马跟我说过 想当上将军 我没同意 你放心 回头我骂他一顿 这就暗示了庞娟 军权始终是你的 别担心 对于燕照的处理 大卫王经过了多日思索 也觉得独吞秦国 容易把魏国撑死 得罪燕照两国 不好 你呀 就先等等 别着急 臣再等等燕照两国 而秦国这头 也没闲着 且说在连夜调度后 盈曲梁一夜没睡 就召开了朝会 朝会上 单单此案 这一路其拿的魏国商旅 就有整整一千多人 怎么处理 成了这次朝会的主要议题 有说杀了了事的 有说干脆 送去当务利的 盈曲梁一琢磨 这肯定不行 杀了 激化矛盾 不妥当 送去做苦利 还是迎曲梁决断 魏国商人单独关押 其余商人驱逐出境 这下难受的 就成了大魏网 花花公子昂 赶紧找到了他老哥 哎呦我的老哥呀 咱们魏国的商人 都被秦国给抓起来了 当时旁娟许下重力 这还不到一个月呢 咱是大魏商社 全舍利了 算了 老哥我去找一趟旁娟吧 那么秦国接下来 会如何破局 真大魏战神公子昂 会有怎样的表演 欢迎继续关注东乐剧院 觉得好看的客观 记得长按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